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睇國內手機代購 以後為大家介紹這部手機, 就是來自 OPPO 推出的 N1 Mini 其實早前, OPPO 推出的那一部 N1 手機 其實那部手機最大的賣點就是, 各鏡頭可以旋轉 今次推出這部 N1 Mini, 其實同樣不例外 但最主要, Size 方面會比之前那一部小一點 以及價錢方面都會比之前那一部低一點 其實這部 N1 Mini 的話, 先跟大家講講 aspect 會做錯用一個 2GB RAM, 16GB ROM 電池用兩方面會有 2140, 但就不可以換電 CPU 方面會用高通的 S48 CPU 而出道方面會有 4H3 的 1.6GHz 用它們自己的 ColorOS, 基於 Android 4.3 的改版 屏幕尺寸方面, N1 Mini 就會比較小 會用上一個 5 吋的高清屏幕 屏幕解像度方面會有 120x 720 那 PPI 方面會有 293 的 PPI 那這部 N1 Mini 同樣都會各鏡頭可以旋轉 那後置會有 1300 像素鏡頭 那前置同樣都是 1300 像素鏡頭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鏡頭可以旋轉 那另外光圈方面都會有 F2.0 的大光圈 那其實這部 N1 Mini 除了支援 3G 制式之外 那這次它會支援香港的 4G 制式 那它有 LTE 的 1500 頻度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部 N1 Mini 的話 那基本上外觀所有東西的話 其實跟 N1 差不多 那最大的賣點就是 它基本上會保留 N1 那些賣點 就譬如說鏡頭可以旋轉 對 那再說一下這部手機跟機有什麼配件 那跟機配件方面 都是跟回一般最簡單最普通的東西 那其實就有一個火牛 數據線 刺針 說明書 以及耳機 那都是跟回一般廠商的基本配置 那這部 N1 Mini 的話 那其實剛剛講過 那其實早前他們廠商推出過一部N1的手機 那其實價錢都相對上不便宜 那賣價差不多要4000多元 那其實今次這部N1 Mini 的話 那其實售價會七萬了很多 那售價方面呢 就是3000元左右 那基本上它都會配合 它們自己這部N1的賣點 就是有鏡頭可以旋轉的 那其實它可以做到 就是前至1300萬和後至1300萬都可以做到 因為就是它的鏡頭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旋轉的 對 那相對來說 如果喜歡一些自拍的客戶 那其實這部機 即是拍照方面 就不會差一個平時手機的 因為就很少手機 會用到1300萬像素 在前置鏡頭上的 那因為這部機的鏡頭可以旋轉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我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那暫時 除了說 一部尾圖手機的話 可以做到這樣的情況之外 那其實前置很少會用到1300萬像素 那至於介面方面 其實大家都不會陌生 如果玩過OPPO的機器的話 都是用回它們自己的Color OS 基本上跟平時的機器分別不大 因為都是這樣用回 那至於另外一件事就是 對啦 那其實今次這部機器的話 就用上高通S48CPU啦 那性能方面 就可能沒有之前那部N1那麼厲害的啦 那但是價錢方面 就相對上打爛了很多的 那就剛剛說過啦 那那部機器如果是N1的話 就賣差不多4000多元 那但又支援不到香港的4G 那相反這部N1mini的話 那其實只是3000元左右 那但又支援香港的4G頻道 那最重要的是 那這部N1mini的話 其實基本上 和N1就差不多 那但是另一個賣點就是 售價方面 就比起N1會便宜很多的 那還有最主要 那其實基本上 N1有的功能 那這部機器都會保持在這裏 那譬如說 鏡頭可以旋轉 那其實這個就是 這部N1的mini最大的賣點的啦 那至於屏幕實寸方面 那其實就對於女士來說 那其實就之前那部N1 5.9吋 那尺寸也比較大的 那相對上 這部N1mini的話 只是5吋的 那如果這一個女士的話 操作的話 特別是單手的話 都比較方便一點的 那至於這部機器的話 其實基本上 賣點就是 那個鏡頭可以旋轉 那特別一些 即是方便一些自拍的客戶的 那還有這部手機的話 已經有售的了 那有需要的客戶 都歡迎聯絡到 這邊的內銷手機 特舊雜春番 多謝大家支持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